电梯门带电把人电伤了 住一晚要2000块钱的酒店 如此高的房费居然还不能保证基础设施的安全吗 8月16号的傍晚 顾女士带着两个女儿入住了成都西尔顿嘉越里酒店 这家酒店是西尔顿旗下的一个品牌的酒店 实行的是五星级的服务 当时呢母女三人乘坐电梯的时候 12岁的大女儿发现电梯内没有一楼的按键 于是呢便退出了电梯 想要查看旁边的另一部电梯有没有这一楼的按键 这个过程中啊女孩就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个电梯门 没想到意外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女孩尖叫一声之后直接被弹起 随后呢身体一直不受控制的颤抖 顾女士呢立刻带着孩子前往医院就医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女孩呢被确诊为电机伤 计算机没增高 医生表示呢女孩心机受损 后续呢可能会有后遗症 有专家表示啊 这电机伤呢是指一定量的电流通过人体 引起的不同程度的组织损伤 或者是器官功能的障碍 入住高档酒店却遭死无望之灾 顾女士心形崩溃啊 没想到两千块钱一碗的酒店 却连基本的电路安全都不能保证 让孩子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 而且呢令人心寒的是 在就医的整个过程当中 酒店方面没有提供哪怕一瓶水一盒饭 顾女士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因为没有吃的 希望酒店方面呢帮忙点个外卖 但是酒店的回应是啊 你们可以回来再吃 知道是酒店 对此的回应是 我们感到很抱歉 会负责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就在记者致电该酒店准备采访的时候 酒店方面却态度推脱 声称呢 之后会有专人来回复 可是这个回复迟迟没来 引起触电事件的不是什么隐蔽的漏电处 而是每一个住客都可能接触到的电梯门 这暴露了酒店的严重的安全漏洞 以及呢对待安全事故的疏忽态度 在电梯这样的常见场合 电器和线路都得不到定期检查和维修 背后可能又隐藏多少危险呢 希望酒店人正视问题 因为你们认为的小小疏忽 最后买单的却是没一个因此受伤的消费者 如此轻视怠慢的态度 也有损一个星级酒店的声誉 起码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和谈星级服务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